很多人以為比較快式的滾輪式洗衣機比較好 但其實直立式、滾輪式兩者各有優缺 直立式的洗衣機主要使用水流的力度清潔衣物 但清洗的時候水位要高於衣服 因此耗水量比一般的滾輪式高 耗水量可能在40至60公升不等 而且水流容易令到衣物打結或變形 另一個對於香港家庭來說是缺點 就是直立式的洗衣機需要在上蓋打開 因此不可以安裝在廚櫃下面 滾輪式的洗衣機就是以模仿人手的拋出式的洗法 相對比較保護衣物 同時耗水量也比較低可能在6至8公升不等 而滾輪式的洗衣機可以安裝在廚櫃下面 部分更加具乾衣功能 比較適合家居空間不足的家庭使用 在選擇直立式或滾輪式的洗衣機的時候 建議按使用需要考慮 例如洗衣頻率、家庭人數、有沒有乾衣需要等 而洗衣機的容量大小 可以利用1.5kg乘以人數加1至2kg這個公式計算 以四人家庭為例 建議買7至8kg容量的洗衣機